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11月28号进行的农心杯第八局 由黑方江东润对战白方连校,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江东润在这次的农心杯已经取得了四连胜,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来看这盘棋连校能不能终结江东润连胜的这个步伐 开局,黑棋选择错小木,白棋二连心 黑棋大跳,白棋高挂,然后走了拖拖定式 这个布局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黑棋点脚,这样的话黑棋现在三个脚在手 左下黑棋选择连续爬的下法就是为了抢先手 白棋搬,黑棋拖肩,挂脚 小飞,黑棋回过头来再断 底下这里的定型并不复杂 白棋挺头,黑棋立,做活 白棋对待外面断上来的这颗紫的话 可以选择直接在下方出头 黑棋长一个,逃跑,白棋拆边 这样白棋两边愤而致之 黑棋还是一块沟棋 所以说这里就算吃不掉棋筋 对于白棋来说压力并不大 实战白棋打的话就要考虑到黑棋引针的问题 如果说黑棋往右边引针 那白棋这里处理的话 优先棋肯定是处理右边这个拆三 把这里安顿好之后 底下黑棋跑针子的话 其实白棋还是刚才的思路 两边做活 然后黑棋这里还是有些担保 所以说作战的话 白棋并不怕 黑棋也就直接选择脱强 往右边逼住捞空 白棋飞针 这手棋非常有气势 然后黑棋又来劲了 又往这儿引针 选在这个点呢 一方面是瞄着跑针子 还有就是瞄着右边这个小飞 有跨断的问题 所以说这手棋也是一子两用 那白棋因为不担心右边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反引针 双方勾心斗角 但是总体的这个思路 都是非常连贯 江东润接下来选择跨断 连校就跟着硬 这几手棋可以说都是必然的变化 然后就看白棋的判断 首先右边这三颗子 气非常紧 虽然说被黑棋搬头的话 白棋也有应对方法 但是毕竟这个味道不太好 不过现在来不及捕 现在捕的话被黑棋往上飞针 这两颗子的处境就非常尴尬 而且黑棋可以顺势出头 所以说捕右边不能考虑 跳一个呢是正常的一手 把这块棋出头跟黑棋互跑 实战连校下的非常的积极 直接打入进来 这个棋就是典型的以攻为手 先让黑棋去面对这个白棋的攻势 黑棋这个地方如果说用强的话 靠完之后虎出来把白棋分段 脚上这里变薄了 被白棋碰伤 再虎一个被白棋冲下去 这个肯定不是棋 小杰联络的话 白棋外面拐头 黑棋虎出来白棋再长 这个地方黑棋也封不住 这样的话被白棋直接冲完之后断打 那黑棋的这个棋型就要碎掉 上面还有跨断 所以说强行封住白棋的话封不住 黑棋还是忍了一步 二度脱过 这里白棋就不要再继续纠缠了 不管从哪边搬下去的话 黑棋都是夹一个 夹完之后再夹 这样白棋就算在脚上苦活 黑棋外面争得先手 不仅是白棋右边没有安定 外面这场克子 现在也是面临被黑棋包围 所以说右边这个地方 白棋便宜一下就行了 实战白棋脱先 再往中间跳 可以说布局 脸效下的还是非常的主动 然后黑棋跟着跳出 白棋再往上逼住 白棋也是不嫌 这个战斗变得更乱 因为白棋中间这三颗子 没有安定 右边牵了一手棋 然后往上逼住的话 这颗子如果说黑棋夹过来 那也不活 所以说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AI的建议还是黑棋往右边搬 这手搬刚才我们说到 是比较严厉的 搬战之后黑棋也更厚了 关键是白棋接下来不太好补 倒虎的话联络很完整 但是被黑棋靠住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也关系到双方的眼位 白棋不会虎在这 跳一个可以把眼位走到最撑 但是很明显有这个挖断 白棋要是打吃 黑棋反打 再打吃 现在白棋也不可能去断打 跟黑棋去拼这个截 白棋战截的话 黑棋就把这三颗子吃通 虽然说白棋这个尾巴还是活的 但这里吃通的话 厚薄就差很多了 黑棋变得铁厚 白棋上面这几颗子就飘起来了 所以说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挖白棋大致还是要往二路拖 这样先把右边这块end 但是右下角这三颗子 要被黑棋给割断 黑棋接下来又可以去底下引针 又可以大吃白棋 在右下方成空 那这个步调白棋就很难下了 所以说AI始终强调 这一手斑是非常厉害的 实战黑棋还是一个直线的思维 上面白棋逼住 那黑棋就小肩分段 跟着白棋走 白棋再往脚上逃 那连校的这个计算力也是非常强的 在这个局部 白棋肯定已经看出了各种 来折磨黑棋的方法 黑棋如果说怂了 这样压回去的话 那白棋长一个 黑棋再夹补掉右边的斑段 白棋小肩连回 这个是最怂的下方 而且效果不太好 黑棋太过于重复 白棋脚上掏的非常的满意 所以说黑棋不管怎么样 也要冲下去 白棋小肩 这一手棋可以说暗藏陷阱 黑棋走不好的话 那就掉到坑里面去了 黑棋千万不要去随手冲 冲的话因为多了这手棋 外面这手夹不存在了 白棋可以斑断 那黑棋这两颗棋筋也不能死 猴出来的话白棋打吃 脚上爬进去可以作业 黑棋这三颗子联络还不太好联 虎一个呢 以后白棋可以团住 这样把黑棋断开 小肩的话白棋冲 外面还有斑断 上面要连回 那黑棋要崩溃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只有孤右边了 几个联络 这个是正常的下法 白棋脚上贴住 也是非常直接 上面斑完之后虎 足度 同时破空 黑棋打吃 白棋沾上 黑棋再沾 白棋补一手 这手棋呢 不能被黑棋虎在这里 不然的话白棋一串 单关连回 一只眼都没有 这条大龙就危险了 那白棋补在这的话 暂时安全 现在还是要看黑棋如何选择 上面黑棋是自补一手的话 虽然说这里安定了 但是被白棋右边跳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地方被白棋走到的话 那黑棋脚上还要再挡住补一手 白棋先手便宜 而且也防止了黑棋 往这里这个 扳断的严厉性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黑棋扳头的话 还可以 白棋反扳 黑棋沾上 白棋再跳下来 这样的话呢 黑棋挖 白棋还是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提 黑棋再打吃 不过跟刚才 稍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白棋现在 不会去沾这个 沾这个被黑棋吃通 那黑棋仍然是铁后 那白棋两边都需要处理 白棋这个节呢 可以先放在这不管 先在上面 飞一下考验黑棋 黑棋要是在右边 这里提节的话 那白棋上面再补一刀 黑棋 这块棋也得死 双方形成转换的话呢 白棋也不亏 如果说黑棋继续在这里纠缠 往边上这里做活的话 那黑棋越走越重 接下来 上面就是白棋的一个节彩库 白棋可以果断的发动 右边这里的接阵 所以说 现在黑棋搬 跟刚才相比的话 这个效果已经大大折扣了 实战呢 黑棋下的也比较解明 往二路飞 二路飞就是防止白棋跳 搜刮 那白棋也就不会再跟着硬了 先往上小飞 黑棋接下来走的也比较撑 拆在这里 这个棋 黑棋如果说球稳的话 就夹一个就可以度过 白棋长 黑棋度过 夹一个 黑棋虎 然后连续二路爬回 虽然说稍微委屈点 但是至少联络 没有任何问题 实战黑棋拆在这里的话 隐患太大 之后啊 白棋有这个顶完之后 双的手段 黑棋搬 白棋冲完之后 断打这里的味道 特别的不好 而且白棋可以 现在马上就交换掉 实战呢 白棋是先脱先 往底下大跳出头 还是担心右边大龙 那白棋不走的话 相当于错失了一个机会 黑棋可以马上补一手 这种棋看上去 好像比较重复 但是实际的价值 是非常大的 直接关系到这里的后保 以后攻击白棋 右上角大龙的话 黑棋也会更加得心一手 所以说这手棋 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实战黑棋还是往右边扳瞻 白棋单瞻补棋 这手棋看上去比较僵硬 虎一个可能是第一感 但是虎的话补不干净 主要是有这个二路点 白棋很偷疼 冲下来的话 黑棋有这个扑 白棋这三颗子 也救不回来了 再提的话 打持滚包再一冲 白棋这一团没了 所以说黑棋二路点 白棋只有瞻 以后黑棋爬回破眼 这个地方是一只眼都没有 所以说实战白棋 就没有糊下去 选择单瞻补棋 这样以后挡住的话 还能保证有一只眼 黑棋再往下渗透 这个地方黑棋走过来 还是瞄着这个引针的问题 然后又影响白棋大龙的联络 顺便又想在中间作眼 所以说黑棋这手棋 也非常有想法 白棋底下尖刺 先巩固一下这里的联络 然后挑回 黑棋再往外冲 虽然说底下白棋还是很薄 但是至少眼位全部出来了 大龙的死活暂时没有问题 白棋开始发力了 上面这个地方总该有个说法 白棋顶住 黑棋长 白棋双一个 黑棋斑 然后这个地方非常考验计算 我们来简单的摆一摆 如果说白棋直接冲上去 二路断打会怎样 首先白棋长 黑棋可以先从这冲出来 冲完之后再冲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一点危险 首先白棋不能贪吃上面这两颗棋筋 如果说这样跳架 凑一个步调冲出来 黑棋扳 白棋拐住 让黑棋站上的话 那白棋两边都顾不上 因为右上角大龙显然也不能被包围 目前只有一只眼 冲的话 黑棋反冲一手 上面还有断 白棋得补 刚好被黑棋拐头 这样白棋就凶多吉少了 因为想把黑棋上面大龙卷进来对杀 白棋目前也办不到 中间斑断之后 长的话黑棋可以跳出 这个冲断都不成立 所以说 这样下可能白棋单方面就死掉了 那白棋非要这样走的话 还是要把上面这两颗子弃掉 压出来 黑棋扳 白棋连回 黑棋挺头 白棋双一个 让黑棋在上面后手补棋 这样白棋已经确保大龙成功出头的情况下 再往中间点刺 等于说白棋这里可以通过棋子 把外面走后 反过来 再威胁黑棋右边这块大龙 这个是白棋整体的一个思路 实战白棋直接往中间飞 也是为了上面动手做准备 所以说黑棋直接冲过来 然后再飞 黑棋这个地方 如果说往中间冲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棋子 这里冲断之后 挺头 黑棋飞出来 白棋上面长 长完之后几个 各种收棋之后 这里黑棋都必须要跟着硬 以后白棋这里提也是先手 白棋外面铁后 中间仍然可以破眼 所以说整个这里的这个定型 看上去复杂 其实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 就是白棋想要通过棋子 走后自己 然后攻击黑棋中间这一块 这个是总体的一个这个思路 那实战呢 黑棋是破坏白棋的意图 飞到这儿的话呢 白棋这个双板凳有点危险 但是被白棋贴出这一下 黑棋的眼位变差了 接下来的话 黑棋是选择往中间补棋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是不敢去吃上面这一块 吃这个双板凳 被白棋往中间点刺 那黑棋更加危险 这里的这个眼位 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所以说黑棋先补一手 白棋单长 白棋这手棋有点急了 上面这个冲啊 始终是白棋的权力 还是瞄着二度的这个冲断 但黑棋补棋的时候 白棋再长也来得及 相当于先拽回来这几颗子 实战白棋单长 以后很有可能被黑棋先走到 这个地方白棋下得不够细腻 实战黑棋在底下搭眼 飞一个 白棋冲完之后断 黑棋定住 这个棋呢 白棋直接想动手的话 黑棋倒并不怕 像这种翻打 黑棋就不是站在这 站在这 那张可子要被断吃 黑棋可以翻打 白棋不敢提 提的话黑棋底下有个冲断 这样白棋右边大龙 要被黑棋反杀 所以说白棋连的话 那黑棋也可以连回 这样黑棋已经安定了 那白棋底下大龙不活 继续唯控的话 又落后手 黑棋可以往左边分头 所以说这个里面 虽然说看上去黑棋的这个棋 还是比较薄 但是白棋直接破眼 杀不了黑棋 落后手的话 那左边的空也围不成了 白棋还要再忍一忍 实战白棋往底下飞 先围控 把大龙安定 黑棋上面拐出 这里黑棋判断的 还是非常的准确 因为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一个双仙 黑棋拐住的话 中间还有冲断 白棋还要连回 这里双仙 白棋没有走到 是非常亏的 接下来 黑棋反而走得比较复杂了 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先往中间挤一下 这个挤就可以防止白棋 像这种点刺 如果说没有挤的话 白棋往中间一点 两边都可以冲回 先挤一个 问一下白棋的态度 白棋要是连回 右上大龙的话 黑棋再长 这个双板凳一死 黑棋整体右边的作战 都比较便宜 除非白棋反击 把这个双板凳给拽出来 这样下呢 双方还有这个作战的可能 因为黑棋断的话 白棋又上大龙 其实是活棋 这里打吃先手 几个先手 再团住 可以后手活 然后黑棋就要深入到左边去掏空 所以说这手挤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手 实战黑棋往底下靠段 还是瞄着白棋这里的保卫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提 黑棋再往外冲 AI还是心心念念的 要把上面这个双板凳给救出来 这块棋确实看上去 要比想象中的这个木树更大 因为还关系到黑棋上面这里的冲断问题 实战白棋就简单的包扎住 搬完之后挡住 想发展左边的模样 黑棋呢 就补一手 那黑棋跳到这儿的话 白棋这四颗子就彻底死掉了 可以说这一代的战斗 黑棋是要压制白棋的 白棋比较难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棋脱先的话 中间这条大龙到底是死是活 首先来看白棋这里打吃的手段 打吃 黑棋右边反打还是先手 脚上有冲断 白棋连回的话 黑棋再沾 这里白棋打吃进去破眼 黑棋顶住 白棋再沾 走成这样的话 里面是一个死棋的形状 关键呢 就要看黑棋底下这里有没有手段 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沾 沾完之后白棋打吃破眼 黑棋冲下去的话 白棋这里提会落一个后手 那黑棋可以再往右边破眼 等于说把白棋整个右下角大龙 拽进来形成对杀 因为黑棋里面也是一个大眼 然后这个棋攻气也比较多 所以说很有可能会走成一个双火 除此之外呢 白棋我们来看一下像这里的点 能不能成立 这里点进来的话 黑棋沾上贴住 白棋冲 黑棋沾 再冲 断打 白棋沾上 等于说黑棋右边还是有一只针眼 然后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是 黑棋沾 白棋打 黑棋冲下来的变化 这个要形成对杀 除此之外呢 黑棋还有贴住的下方 贴住 那白棋只有从右边打吃破眼 黑棋沾上先手 这个棋其实打不打 跟这个死活关系不大 白棋沾上的话 黑棋沾先手 关键是左边之前白棋的后势现在变薄了 黑棋有这个手段 断打完之后 底下断打再翻打 白棋 拐出来的话呢 黑棋还有这个粘的手段 皮的话 黑棋滚包 把白棋闷进去 那这个也杀不过黑棋 所以说 局部黑棋是死棋 但是白棋外面的这个鲍鱼圈扛不住 或者说被黑棋冲下来之后形成对杀 白棋也没有把握就能把黑棋一定能杀掉 所以说这块棋放在这呢 现在就等同于是火起了 白棋不好杀 实战白棋先往上冲一下 施一下硬手 黑棋也是走的非常的撑 贴在这里 这个是想把外面补后 黑棋如果说渡过的话 白棋断打完之后 外面有这种先手权利 就是以后黑棋贴住 白棋长 像以后这里冲出来 反正黑棋想全部吃掉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说黑棋贴在这里呢 全部包围 要把白棋闷进去 但是这里味道还是变差了 白棋直接二路打拔是没有起的 因为黑棋沾 白棋挤一个 黑棋可以不补断 挡住收气 这样里面对杀的话 黑棋冲着一个双板凳 再往上挤一个破眼 一棋闷 刚好快一棋杀白棋 直接动手没有棋 但是不代表白棋就没有办法 可以利用这里的这个余位 白棋往里面打路 黑棋如果说这样封锁的话 白棋再打拔 这个里面要出现问题了 因为再粘截 防止扑的话 白棋有这个断 然后黑棋要是补一手 白棋往上打持 还有铺结 上面挡住以后 提是可以这个 从一路度过的 黑棋封锁的话 白棋也不怕 反正黑棋迟早得补 补掉的话 白棋脚上尖底 总之这个地方 黑棋不管怎么补 都会有些味道 以后会成为决定胜负的 一个关键因素 实战白棋往左下角挡住 开始想发展模样 而且这个地方 白棋补后的话 刚才我们 在中间摆的一个 白棋杀大龙的图 就是白棋往中间点 黑棋想在左边这里 断打完之后 再断打 这个手段可能就要 不成立了 所以说黑棋 赶紧缩回来做活 这盘棋呢 总的来说 从这个主动性 上面来讲的话 那肯定是 连校下的更为主动 因为这里啊 江东润也是 走的偏软 黑棋最为强硬的下法 就是挤在这 挤在这 刚才我们说到 可以防止白棋 这一手点刺 因为上面 再点的话 黑棋沾 白棋是断吃不回去的 挤一个 黑棋强行把这里 先手撑住的话 然后再抢到 左边这里的 打入或者说 分头 把白棋的这个模样 破掉 那白棋是很难下 全盘都没什么空 实战 黑棋走的太稳了 沾上被白棋拆边 那这个局势又难说了 现在仍然非常胶准 那对待这块空的话 看黑棋是从外面 还是从内部 开始破坏 从外面破坏的话 那黑棋断打 冲 白棋也不管 不敢去救这两颗子 不然的话呢 黑棋再断吃 右上大龙要被封锁 我们不要忘了 黑棋如果说 往这儿并一个破眼 白棋是只有一只眼 所以说这样白棋不活 走成这样 白棋大致还是要 弃掉这两颗子 包扎住 然后再斑 这样黑棋可以 把白棋的空缩小一圈 但是剩下来 白棋围的就非常扎实 黑棋可能判断 这样让白棋围 还是不太能满意 所以说黑棋直接掉进来 这个选点也是非常的不错 让白棋非常的急手 飞过来的话呢 黑棋往中间跳刺 那刚好拿捏住 白棋棋型的弱点 上面黑棋就要连回了 白棋要是补一手的话呢 黑棋跳出 白棋似乎也拿不住黑棋 就算上面靠压 黑棋跟着走的话 这两颗子想联络 一手棋就可以连回去 何况左边还可以 继续腾罗作业 所以说白棋封锁的话 封不住 缠绕攻击的话 也缠绕不了 那就不走了 不好走的地方就脱签 白棋肩顶捞空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 正常思路的一个下方 那白棋不管黑棋 黑棋就继续往里面钻 靠进去 白棋挖 接下来也就是往哪边 打吃的问题 上面打吃的话 黑棋就是想弃掉这颗子 然后把外面全部补好 不过这样下呢 白棋获利还是挺多的 像中间这里打吃 沾上白棋右边 大龙先做活 中间冲过来 把白棋断开的话 白棋还有这个后手眼 可以做出来 这样白棋右上 还是两眼活棋 黑棋还是想活在里面 所以说从这儿打 打吃完之后沾 不过沾的话 这个棋确实不太好 没有走出最佳的下方 这个棋 黑棋是可以连扳的 连扳白棋断打 把黑棋整体包围 黑棋扳完之后 还可以往脚上这里碰 这里的这个腾螺的手段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扳完之后在乎 白棋就麻烦了 大吃很有可能 黑棋还要撑这个节 像底下这里 这个断打各种节材 所以说这个里面 黑棋完全可以各种折腾 白棋很难应对 实战黑棋站在这的话 给了白棋收兵的机会 白棋目前最好的下方 就是利 利的话 边上的这个空为扎实了 以后还有这种阿鲁飞 黑棋呢 虽然说也可以打吃完之后 跳连回家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黑棋只是破掉了一部分 那接下来就导向一个收官的局面 这样双方的这个局势 咬得还非常紧 不过实战白棋有点上头 这个地方居然还要断 主要是现在白棋断 左边留给黑棋的这个 做活的空间太大了 而且白棋中间这个断点很多 非常薄 已经失去了这个承控的潜力 所以说这个时候谁往中间走起的话 其实这个方向都是不太对的 白棋断在这 黑棋刚好扳完周连扳 那白棋这个棋下不了 白棋断打 排一个 黑棋外面断打完周 虎下来 这个都是必然的变化 白棋打吃 黑棋再往外面打 白棋单场 下一手棋呢 如果说黑棋下队的话 这个棋白棋可能就不行了 我们来看这个时候 比较致命的一个下法在哪里 就是这手断打 断打的话 白棋只能先连回 黑棋上面这里跳加 还可以以后翻打滚包 这个都是黑棋的权利 交换完之后的话呢 黑棋往底下提 白棋断开 黑棋左边 黑棋可以打吃完周 再往外面做也 这样的话 白棋还是没有办法杀黑棋 而且白棋还要防止 下方黑棋骑进联络之后 左下角的白棋被卷进去 所以说白棋还得再补一手 那黑棋补棋做活 黑棋只要能活在里面的话 这个棋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黑棋不但能活 中间白棋这里还比较薄 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打吃完之后 再打吃滚包 然后中间再补一手 白棋大龙还得再补齐 所以说黑棋正好下 木树又多 对于白棋的冲击力又很大 实战黑棋冲在这儿 就差点意思了 白棋完全可以单长 这样黑棋再往这儿跳加 最多也就是滚包一下 那白棋中间的联络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黑棋还要缩在这个里面 做活 所以说黑棋这手冲跟断相比 稍微差了一点 实战白棋打持 又给了黑棋机会 黑棋这个地方呢 也有这个非常厉害的杀招 就是从这里打持再断 白棋要是断的话 黑棋可以往这儿打 打持完之后呢 黑棋上面拐住先手 白棋还不敢把这个棋形 补好 如果说走在这儿的话呢 以后黑棋长一个 又是先手 黑棋这里就先手连回了 所以说白棋补齐的话 只能非常憋屈的 往这里去打持 就算这样下的话 以后黑棋往这儿翻打 打持滚包 一系列的先手 就等于说这里已经形成包围圈了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黑棋不用在左边 想办法去做活了 直接往中间这里靠上来 那白棋大龙是连不回去的 粘的话断 粘在这里 断在这儿 一棋门 棋筋全部被吃通 所以说黑棋靠上来的话 白棋只有去吃 底下这三颗子 被黑棋中间先手断开 然后黑棋再往右边 并一个破眼 那白棋右上角大龙 现在就非常危险了 冲出来的话 黑棋粘 刚才我们说到 因为像左边这里的翻打 各种打持滚包 都是先手 这个地方要把白棋给闷进去 那白棋大龙凶多气少 所以说黑棋有一个 通过气掉左边 去吃白棋右上大龙的 一个非常厉害的思路 黑棋只要打在这儿 断就行了 实战呢黑棋没有把握住 可以看出来江东任这盘棋 可以说下的又谨慎 然后呢又不敢发力 也许也是跟这个连续作战 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有关 白棋粘上 然后黑棋虎一个 黑棋只是正活在里面的话呢 这个局势白棋又追回来了 因为同样是黑棋活 白棋中间刚才我们说到各种断点 几乎是没有任何成空的潜力 现在白棋隐隐约约以后补一手的话 还可以成一个将近十目棋 所以说这个棋又变细了 接下来白棋往上打持提掉 开始发动这里的鱼味 黑棋粘上防止白棋铺解 白棋要如夹 这个地方呢 黑棋虎一个直辞一手 利的话不能考虑 利白棋尖顶连回 脚上的木树相当便宜 上面黑棋还得再补棋 防止这个段 所以说黑棋虎一个 白棋打吃之后再翻 那很明显就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将会决定最终的胜负 接下来白棋往左边点 找结材 本以为这个结呢 双方会继续打很久 僵持在这里 但是没想到 居然黑棋下一手棋就 突然出现了这个 本局的败招 这个棋啊 那黑棋应该想都不用想 把这个结跟着印 白棋提的话 黑棋可以先沾 这个还有本身结可以找 白棋沾上 黑棋再提 左下白棋继续搬 黑棋断 白棋提结 黑棋在中间这一带 也是有结材的 包括右下角 这里底下冲下去 白棋大龙要做活 这里也算是黑棋的结材 黑棋冲白棋右边活 以后黑棋破眼 所以说这个结双方都很多 完全可以继续拼下去 但是实战 黑棋不知道是这个 对于转换目数上判断的输 还是说对于左边死活 看错了 这个时候居然选择消结 那上面这个空本来就是黑棋的 现在还是黑棋的 白棋只是脚上稍微损一些 被白棋往左下角碰上来 破眼的话 黑棋直接突然死亡 这块棋已经折腾不了了 黑棋要是断的话 白棋打吃就可以 因为中间断打 把白棋先手断开是没有用的 黑棋跳一个 白棋右边大龙 做眼活棋 左边这颗棋筋 黑棋也跑不掉 所以说左下这块棋还是死的 或者说白棋看清楚的话 就往中间补一手 也没什么 黑棋冲过来 白棋单长 二路斑 只是吃掉这颗子的话 只有一只眼 白棋挤进去再拐回 这样黑棋还是死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突然死掉的话 这一块棋的目数就太大了 黑棋瞬间就不太够 那黑棋也是调整一下心态 接下来继续想威胁白棋右边大龙 所以说冲下来 冲完之后沾 白棋挡下去 这个棋其实黑棋也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右下 白棋到底是死是活 黑棋要是现在顶住 破眼的话 白棋联络 黑棋二路点连回 右边是没有眼 不过白棋底下打持 可以先在右边先手便宜 这个地方 黑棋冲完之后白棋打 虽然说黑棋有一个一路翻打 可以把这只眼破掉 但是白棋无所谓 底下团住 马上要二路扳回 黑棋不给度过的话 那白棋可以右边先提 便宜一点目数 再往底下一站 这个看得也非常清楚 两眼活 所以说黑棋直接顶住 这样去缩小眼位 也是杀不了白棋的 实战黑棋往左边冲一下 冲完之后呢 这个棋也没办法 搬刚才我们说到白棋挤一个 站上 黑棋左边只有一只眼 这边就不用再考虑了 黑棋还是继续挣扎 往右边点进来破眼 白棋冲 黑棋如果说这个时候顶住的话 白棋可以沾 虽然说黑棋有这个挤 挤的话白棋两边都有断 但是呢也没有用 挤的话白棋可以沾在脚上 黑棋冲 白棋继续断吃 打吃的话 再尝 黑棋贴住 接下来白棋虽然说被断成两块 但是可以分别处理好 白棋如果说吓得更凶一点 那就直接把脚上这两颗子都吃住 乖打 右边活了 黑棋底下打吃破眼的话 白棋断打先手 再往路小间 黑棋脚上也是不活的 这样两块棋形成对杀 那白棋的气也足够多 白棋也不怕 这个是对杀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白棋就算了 脚上这两颗子不要了 直接往下团住 刚才我们说到黑棋力 那白棋随时这里打吃坐眼 活棋底下先活掉 右边呢 黑棋脚上打吃 白棋还有这个二路夹 黑棋冲完之后一路翻打 白棋提 黑棋连回 白棋再一打 做活 所以说右下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走出最为强硬的下法 白棋也是可以分别安定 这里又折腾不出东西了 那黑棋最后又在左上角这里掏空 打吃完之后 尝进去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已经开始在乱走 因为像白棋如果说 直接赶尽杀绝的话 就反打完之后 贴进去 甚至于还可以把脚上反杀 这里黑棋拐出来 白棋直接搬沾 对杀 黑棋也不够 这个黑棋要是搬的话 白棋就直接压出来 把黑棋全部闷死在里面 所以说黑棋这个已经是在送死了 但是连校也是觉得 这个棋不想再跟黑棋仗去纠缠 就差不多往右下角团一个 这个告诉黑棋你可以认输了 然后江东人也是又挣扎了几手 先往左上拐住 白棋打 黑棋就往左下扳 其实这个都是死棋 白棋还是非常有兴致的 在中间这里捕雷手 全部连后 黑棋一路小间 白棋冲 这个已经是死了 走不好脚上的这块棋 还要再搭进去 所以说黑棋就只能认输了 那这一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在整个右上这里的这个定型 连校下的还是非常的秀 只不过后来出现的失误 就是上面这个双板凳 被黑棋闷进去吃掉的话 损失有点大 接下来白棋 着重开始发展左边的潜力 黑棋也是直接深入掏空 然后在中间这里 本来黑棋是有一击致命的机会 把白棋中间断开 然后在里面活棋 但是黑棋也是走得非常的缓 这个地方居然认怂 在里面做活 让白棋中间又成了一点木属 那这个局势已经 形成了一个军事的局面 接下来上方形成一个结针 本来以为又是一场拉锯战 但是没想到 黑棋在这个结上面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 导致黑棋只是吃掉 上面这块棋 左边这块棋被白棋突然杀掉 那这个局势就瞬间崩溃了 接下来黑棋也是一番挣扎 又想杀白棋 右下角大龙 但是白棋走得也是非常简明 右下活掉之后 黑棋后续 那完全就是 这个一番徒劳 跟这个胜负完全没有关系 好 那也是恭喜连销 终止了这个江东润 四连胜的步伐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请我们给我点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